其实明月中的上将军王李又又被两个女人给套路了 为何说又呢 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玄机显然在用他诠释两个道理 一 人外人有 山外有山 王李乃历史上的秦莫名将 而这里的玄机直接将他与韩信放在了一起 还被韩信给玩弄于鼓掌之中 玄机分明就是把王李设定成了韩信的垫脚石 借王李来抬高韩信的咖位 王李本身是不弱的 但对于王李 韩信就是那人外人 山外山 二 这次头上一把刀 您可以看到 王李之所以在农家这里败的玉涛糊涂 其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十分欣赏《最梦楼》里的花影姑娘和花影是谁 农家高级弟子 妻子的人生姐姐 风火山林之一 不管是保护了昌平君的女儿玄姨 还是这次修改了地图 它是导致王李处处现于被动重要一环 王李不是没有怀疑过花影 之前连一张喊那一次他就怀疑过 不过最终看着楚楚都人的花影 他最终没有深究 而这一次大家说他会杀死花影吗 很明显还是不会 不然他就不会拿鹦鹉出气了 而花影显然很了解王李 于是他条件反射地喝下了 可以制造血迹的液体 其他要在王李面前扮柔弱 装可怜 王李最后会如何 最后必然会一厢情愿地去相信 花影只是个弱女子 这些事情都与他无关 哪怕是有某些牵连 那也是被歹人给命运了 他是无辜的 三 狂自旁堆一条狗 王李为何会不自幽于刺的去相信花影 放过花影 除了好色之外 还有一个根本原因 那就是因为他太不予狂妄 毕竟了 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而在这秦帝国的云美三分地上 云下是比出身 含全是帝位 现在的他哪怕是放养整个天下 能够与他争锋的人也少之又少 恐怕在他眼里只有能存一人 至于壮高 他只是一个给严正安排车马的 中车所谓而已 只不过没有意识到的是 狂自旁边一条狗 狂妄背后的真相就是 云里人也是王者 所以有狂妄的资本 但其实你只是王者旁边的一条狗而已 故而云离这段时间里 被田园给殴打的向条之一 一样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故而云离这段时间里 被花影欺骗的像狗一样 被套路的体无万夫 还自以为是 故而云离这段时间里 被韩信任计谋 给显灭的像狗一样 他却依然认为 农家这群乌合之众 他反手可命